大家好,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最新增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为消息 醋大事啊 这个小粉红乌某最喜欢的巴铁 那是彻底反了 彻底反水 最新消息啊 你没想到这个小粉红乌某心都碎了 最新消息就在昨天 巴基斯坦的政府高官 这个部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这个话锋一看 我就觉得特逗 特有喜感 巴基斯坦部长接受西方外媒采访 这炮轰中国啊 你压中国钱钱 哎呦喂 这有点怎么回事 我们一起来求求看看分析分析 就象征着现在 你那不在伊朗也也也跳了啊 巴基斯坦也也跳船了 中国两两个烂熊烂地 一个中国一个俄罗斯 现在情况相当尴尬啊 这个这个中国大国崛起变成大翻车啊 那另外一头啊 另外一头就没想到啊 干了一票大的就是什么 这个共和党啊炙手可热的一个议员啊 可以想就有坚定的 有非常多人支持啊 可以这么讲 这个曾经叫板啊 叫板川婆 在在共和党内这个黑力哎 这个也台湾那边也也叫海力啊 那是不得了啊 那发表了一个令人振奋人心的一个 一个演讲在台湾 是吧 号召全球每一个国家都不要跟中国做生意啊 跟中国做生意就是什么 就是资源恐怖主义啊 不得了了啊 那简直太给力了 这内容跟跟小年财经一样啊 所以不得了了 就象征着现在这个国际大趋势啊 你看这些议员背后的 他也要他的基本盘他的选票啊 他为什么会放这个炮 是吧 作为黑地 他他也要看他看他选民 是吧 也要证明什么 现在对中国这个这个情况已经是啊 都没的可说了 你包括巴基斯坦啊 这个所以这些情况我们来详细看看嘛 也要证明现在这个这个真的就是变了 整个国际的风口都变了啊 这个对中国这个已经是相相当相当反感啊 另外一头是吧 那那我们也要说说中国国内经济啊 这个继续崩溃啊 哎呀民营经济彻底崩溃啊 那个数据就在车就真是彻底崩溃 归零啊 民营经济 怎么回事 我们也是个来瞧瞧看看根据这些啊 最新的信息啊 那这个什么中国梦什么经济崛起 彻底沦为笑话啊 那我们几个信息我们结合起来一起瞧瞧看看 分析分析啊 完蛋了 中国的年轻人呢 面对一个相当灰暗的未来啊 那现在先说说巴基斯坦这个事情 我一看到这个新闻赶紧把它摘出来啊 这个这个头条太太搞笑 也搞笑啊 也也能看出来现在这个地缘政治的趋势啊 就是你美国之音 你都没想到啊 这个跟中国最友好啊 这个巴基斯坦的政府高官啊 这个电力部部长啊 这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哎呦喂 这简直是啊 这这这首先就就让我看 我们看到这这个这个这个画面感觉很强 然后这个这个什么啊 这个控诉中国啊 这个在接受外媒采访啊 声率俱下 中国啊 占了我们巴基斯坦便宜 哎呦喂 你呢 你说这小粉红五毛冤不冤呗 你这个挖空了中国 掏空中国支援俄罗斯 啊 中国的小孩子都吃不上一个好饭啊 啊 这个这个国务院的资料证明的 是不是啊 中国的这个里面 学校啊 这个午营养 那个午餐的这个这个中央一级的补贴啊 底下就是中央确实有有这么一点点专项经费 虽然是相当小 但是是有的 呀呀 但是是在对比其他国家中国是做的最差的了 但是这个补贴下到中国的各个地方啊 仍然被盘剥啊 或者说也带着也就证明这中央也不重视了 中国的小孩子也不重视啊 地方也不重视 然后这个前前什么哎呦 让这个什么哎呦 巴基斯坦的小孩子吃个营养午餐 你看这这中国共产党丧心病狂 是吧 所以就就已经是这样了啊 是吧 这个中国这个你看这这些小混龙毛真的是 我看他也可怜啊 是吧 这个这个就被洗脑的人就这样嘛 然后然后再就 啊然后就这个啊 现在回头啊 巴基斯坦还要炮轰中国 就这样啊 到时候一样一样的 所有一带一路国家最后都会炮轰中国 我们且看的 因为到时候你你给不给钱不给钱 我回回头我跟台湾建交算了 台湾不给钱 我也跟台湾建交 为什么 我要要挟我这个把这个作为一个筹码 我问中国要钱了 台湾不给钱 中国也不给钱 我要跟台湾台湾建交 那为什么 跟台湾建交中国就可能给钱 每年都要给啊 不给 我明年就跟台湾建交 所以你说他够呛啊 够呛 所以这个这个搞不好 到时候一带一路一百多个国家 中国哪天没钱呢 一百多个国家 台湾都躺在那就行了 台湾躺在那 等这些国家到时候跳返过来 台湾不用给钱 在正常贸易开展啊 互利共赢可以吗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台湾也要开放 也要 也要这个 这个这个大大方方 我们走向国际 是不是啊 这个不不要这个 搞自我封闭啊 这这恰恰就中国共产党给我们挖的坑啊 就让我们啊 一个一个这个也不会啊 只要互利共赢的前提下 我们跟任何一个国家建交 跟澳洲建交 跟美国建交 跟日本建交啊 是不是啊 所以这这未来我们会看到 有那么一天啊 台湾跟日本正式建交 是不是啊 那另外一头啊 那当然这个内容我们要看一下 他在这里不得了 还有这个内容其实都特搞啊 就说啊 这个这个叫莱加利啊 莱加利啊 他就在美国之音采访当中啊 我们要重新审视跟跟中国的合作关系 啊 这个中国啊 在我们过去十年 在巴基斯坦建了很多这个发电站啊 但是啊 竟然要我们巴基斯坦 全部购买他们的发电量啊 也就有时候他说什么意思 有时候这个电用不完 巴基斯坦毕竟这个经济也不砸的嘛 是不是啊 不砸的也要发电出来 现在什么产能过上 这个电本来用不完 但是他是按照发电量购买 他不会按照使用量付费 就是就是中国给钱帮他建的这个发电站啊 这个中国做冤大头 建了之后呢 每年就就付这个电费还钱 就是这个发电 但是按照发电量 当时这个情况就是巴基斯坦确实他的 呃不够用的嘛 那个电 所以当时就按照发多少买多少 就就签了这么个合同 但现在犹豫太多了 巴基斯坦就反过就说这个浪费 这个我们浪费钱啊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里面烧的煤矿 还要用中国的煤矿让中国赚一笔啊 中国可能是就从中国拿过来的中国的煤矿 也有可能是直接就是澳洲的煤矿 只是中国倒一手 我们要又要从中国国企里面 呃在在让中国赚呢 这个中间中间上差价啊 或者说不如澳洲啊 什么其他国家 东南亚本来就很多煤矿嘛 啊所以在这样他就觉得亏了 那现在但是啊再回头也说啊 所以这这就是巴基斯坦啊 这个地方 其实美国之音又发现巴基斯坦公司 对全国所有的电厂都是这个合同的 也就中国这个合同并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而是一样的 因为我我说以前巴基斯坦整个国家都不够电用 所以按照发电量负啊 而不是使用量负这个东西是正常啊 啊这个而且中国中国给钱了嘛 啊而且北京方面啊也是痛哭流涕啊 说哎呀巴铁啊你不要啊 单独针对中国啊 中国不希望成为像巴基斯坦让步的唯一国家 你看在中国这个上权有国 这个中国那个看起来 哇跟跟美国降跟跟日本降回头干嘛 回头成为跟巴基斯坦唯一让步的国家 也就美国在巴基斯坦有投资啊 或者日本在巴基斯坦可能有投资的情况下 人家不用让步就北京要让步 你看我们就看到其实这北京到处签的都是都是对中国不不利的不平等条约 就是中国共产党啊 中国共产党这个也就是这什么一带一路搞的都是下搞啊 整个整个也是搞错的啊 所以从头到尾都是错 习近平可以讲是昏招处啊 年年步步错啊 所以现在啊 包括那个煤炭用我们巴基斯坦煤矿就行了 哎 这个可以讲巴基斯坦这一手呢 就直接就又找到西方直接对啊 就基本上你想包括这个煤炭当初这个开采或者说技术也也用了中国的资源 所以这也就是什么 巴基斯坦可以就这么讲 他也很很就也就利用完中国一脚就把中国踢开 真的 那实话实说 这个就是这么个情况 就利用完中国就一脚就把中国踢开了 很多国家确实一带一路很多 哎呀那些国家确实本来也黑水是吧 就是就是很多很多国家 那个国家要是这么好的投资环境 我说人家英国人有100多年前一如日不落地国人家找投资了 还要等着你习包子一拍脑门哇巴基斯坦可以投资了 不是就那些国家本来也确实投资环境非常不友好 啊所以就是就是搞错了 这个中国人搞错 所以我们在结合啊在结合 所以有时候说起来 中我们这个网友们千万不要中中国共产党的计 啊整天说啊这个这个是啊这个啊 啊台湾民进党也是绿共啊 啊这个民的美国民主党也是共产党啊 哎这这其实都是都是他的话术 都是要骗我们的 那你这 如果如果要这样说 哎川普 是不是啊川普那个孙女啊 啊学17年的时候在全中国到处赛到处 当时我已经气气炸啊 啊拿那个孙 特朗普的孙女在全中国公公开啊 念唐诗 念三字经 是不是啊那当时都就已经很友好了 跟中国川普啊 是不是啊 我到我当时我也是很不喜欢看到 你这个美国总统上权辱国 你你是不是啊 你你你跟中国搞那么好 干嘛拿个孙女出来 当时伊万卡 他那个女儿在在社交媒体赛啊 我我这个请那个啊 中国留学生啊叫锦荣泰 所以这个事情我有机会 你如果如果这个听得进去 我到时候可以说 所以在没有这个锦荣泰 就疑似跟中国孔子学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那个一个孔子学院的一个老师 就在在川普家里面教他孙女中文 是吧 那你说要不就哇 这个都成黑历史了 现在 是不是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不要神话川普 因为中国共产党会通过这个东西 来到分化美国 本来现在我们都定了 两党都都是坚定抗抗共的呀 突然间就都来掏不离架啊 你你这个也是不对的 你那个也是不对的啊 是吧 那就是什么 那就其实要分化美国嘛 就分化我们的团结嘛 就这么简单 当时当时台湾选举也是这样的啊 这个民进党也是绿共啊 你你这个啊 这个也不对啊 柯文哲最好了 是吧 蓝的绿的都不要 结果柯文哲现在是个贪污犯 是不是 所以千万不要去亲密啊 这个一定是川普出来选举就选举啊 不要不要弄那么多啊 而且川普现在就那个选举发言人这个姓张的还是 你说还是个姓张的是吧 张先生 是不是啊 你说要要这样抠帽子到处到处抠那就没编了 其实是不是啊 我也可以扣啊 要扣 你为什么你你川普那个选举首席发言人是个姓张的啊 你的孙女为什么学中文呢 是不是啊 那个在这边那个香港都搞得够呛 你孙女还学什么中文啊 是不是啊 那个都够呛嘛 这些东西是吧 所以这个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回来梳理一下 就当时啊 就川普上台的时候 我也帮川普再说回头说一句 就当时的国际环境跟今天的国际环境 不一样 今次而已 就当时你看川普作为一种亲善行为 还把他的孙女学中文拿出来 你看就就啊 作为就一种友好 当时你个川普拿过去跟习近平 你看我孙女念中文一点都非常好 这个东西就就拿出来这样 但是现在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抛开 我们对这个川普的个人崇拜 就是我们看到只是一个国际大环境的变化 是不是啊 警察呀 这个拜登这个跟中国 没有 没有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其实不是这么理解 美国的利益的这个分量啊 比中国大多了 中国没本事 中国也没这个资格啊 什么收买 这个是美国 这这这这 这个这都够呛啊 这个对 不要被他这个搞得我们 我们这个这么这么乱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这是一头啊 那个包括现在共和党 这个这个 你看我们就说到这个这个黑力 他在在台湾他怎么说啊 在台湾他怎么说啊 所以这个在台湾呢 这个黑力啊 哎 不得了 他首先赞扬 哦 台湾呢 强化国防意识啊 这个台湾人呢 并没有坐等侵略发生 已经开始行动 将义务兵役从四个月延长到一点 啊 但是这里面啊 啊 这个我认为的台湾 台湾 执政党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这个从四个月延长到一年 里面肯定有一些反对啊 啊 我就不想服兵役 是不是啊 啊 也台湾人也 比较理性啊 没有因为啊 我自己有点辛苦啊 然后我就我就 啊 找一个不用服兵役的 这个执政党给我啊 可能柯文哲说了 给我们送房 是吧 柯文哲说了 不用服兵役啊 我们就投柯文哲 结果台湾人也没有这样 所以大家都是绝大部分的网友 都是比较理性的 啊 都比较理性啊 延长一年 这个这个你看台湾人普遍也接受 啊 然后这个国防预算投资 对中国的投资从84%降到11% 啊 就是说台台商对中国的投资啊 啊 这展现出了台湾人的危机意识啊 啊 这其实啊 这里面啊 除了台湾危机是更多的 就是中国 他本身 经济也衰退 然后 这个中国的情况啊 啊 他也是乱搞啊 他细胞自己的自己也是瞎折腾啊 所以最后就出现了 啊 一个结果台商大 你看从 84%投资中国的比例啊 啊 降到现在只有11% 就是投资中国 就剩下这么一点点 这个 一点点啊 这个意思意思啊 这个慢慢测嘛 慢慢测 他因为 这所谓11% 其实基本上没有 里面只是可能有进出口 啊 仍然有一有一些的 这生产经营啊 然后他就有一点 然后黑丽也是呼吁啊 啊 呼吁美国啊 在军事经济外交领域全面支援台湾 啊 所以这个家这不得了啊 他说每一个国家的黑丽说的 每一个国家都应该仿效台湾 减少对中国的投资啊 因为跟中国做生意就是助长他们对本国人民的暴行 他说的对 也是对中国人的暴行 也是欺凌孤立孤立台湾行为 也是支援俄罗斯 是不是啊 所以 所以现在大家团结起来啊 在外交经济啊 方面全面加强啊 所以这这说的太对了啊 所以就是 啊 中国很紧张啊 中国很紧张 我看到所以这很多都是网评源 你包括这个也也有一票就利用大家对 所以我为什么就就跳出来 我虽然流量有一点影响 我还是要坚决出来炮轰川普 就是 现在中国共产党就是利用对川普的个人崇拜 不断抹黑其他对中国强硬的人 包括黑力 黑力是也是共和党的呀 黑力也是对中国很强硬 但是你看他就说 哎呀黑力是间谍啊 搞搞乱我们共和党 为共和党没说一定要李川普来做我 黑力来做也可以啊 黑力来做就不是共和党了吗 是不是啊 那李川普做完这四年 这这美国就不用赚了 是不是啊 还要修改中心终身执政是吧 啊永久知道啊 忠诚不绝对 绝对不忠诚啊 对中对对川普绝对绝对不忠诚啊 这个这不忠诚不绝对的啊 黑力也要也要打倒 那这个不扯淡吗 是不是啊 就是他就利用啊 你们喜欢川普 所以都很多喜欢川普的人都被中国共产党利用 就这样 当时柯文哲也这样的 啊 因为很多台湾有一部分台湾那个啊 年轻人啊 这个喜欢柯文哲 中国共产党给他经费 是他给柯文哲就这这支持啊 在在背后 让他有有有这个好啊 结果他也不也也一样选 没选上最差吗 柯文哲是不是啊 所以就就搞搞起来啊 你你的民进党很不好啊 啊 这个绿共啊啊 那个啊 现在现在民主党一样对中国很强劲啊 是不是啊 这个确实也做出了很多的制裁啊 那就有一些效果还没预期达到 那只能说中国共产党 他狡猾 那不能怪怪我们美国没到位 我们美国确实制裁 是不是啊 那那这个制裁的太多了 那太激进了 到时候这个经济受影响了 有个也影响选票 所以这个人家 确实人家这个是不容易的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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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政党做做这个 决策的时候也是不容易啊 在在我我说那么多啊 这个也影响了我的流量 但是我主要意思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对 你可以喜欢川普 但不要因为喜欢川普 导致被中国共产党利用 你本来黑帝是个是很好的一个议员啊 啊 他也是间谍啊 那个他也是来这个 这啊 不对我们的川普忠诚啊 好吧 所以这个川普啊 黑帝也要打倒啊 这个你说这够呛是吧 啊 这都都是水军啊 小吻龙五毛啊 所以啊 这这 这是一头了啊 说回中国啊 说回中国 所以这真的是也是不容易啊 那大家要多多支持 啊 真的很不容易 都面对 你看在台湾大选 美国大选 每一次都是呢 你看就来攻击 哦 你这个小林财经 你看在在关键时候 你给民进党站台啊 你为什么不支持我们柯文哲啊 那个在关键时候在战队民主党啊 那个为什么不支持我们川普 哎 川普最多做完这四年 美国是不是不用赚了 我还是问这个问题 是不是要修改终身制 让川普一直做下去 那我就问这么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其他都不用说了 是不是啊 那美国的未来在哪呢 啊 是不是要让川普永久执政呢 是不是啊 这是这是一个 哎呀 我这真的不想再说了啊 所以这个回头说是中国经济啊 中国经济 那个这个 这个 格伦会啊 格伦会有一个最新的这个材料啊 这个来自这个网络大咪啊 李老师啊 也是引述了啊 这个格伦会啊 最新的一个情况啊 这个是数据表示今年一月份的七月份 中国民间投资啊 累计同比啊 那就直接掉到什么 百分之零啊 民间投资同比这个这个什么 那为零啊 为零啊 这个投资增速就是就是根本就没有啊 根本没有 那这是很保守的 其实早都是负了啊 但他这个零啊 我他可以横向对比 在2021年的时候 他当时这个民营企业投资增速的这个数据 是百分之三十六点四 百分之三十六点四 跌到今天零 这个变化就非常之大 显现出来 就这个是统计局自己的数据吗 因为他他也是引用的 那最后歧视出来一个就是中国民营企业投资信心相当糟糕 根本就没有任何信心 所以这个整天啊 除了信心 关键民营企业也没钱 都被中国共产党掏空了 今天还有一个这IBM IBM那个美资这方面 你看这星期五直接把这个研发中心全部关闭 现在都是这样一关闭把员工的访问权限全部关闭 你中国员工全部不要采访 我们和服务器 然后人员调整 所以就是这个雷厉风行 现在美资在中国雷厉风行测制 尤其是涉及到关键技术 你说这就是一个历史的大背景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从历史大背景说 我也不是说给川普扣帽子 你孙女学中文 你的选举团队首席发言人张先生 是个什么东西 这就只是当时的这个国际环境 跟今天的当时川普仍然想跟中国谈 到今天为止已经没得可谈 随上都没有可谈 这只是一个国际局势的一个巨大的变化 然后放在中国 中国你看这他的经济 然后他的倒车也没有停下来 所以他这真的是中国未来年轻人完 真的是完蛋啊 什么失业什么 那才是刚刚开始 现在说这么多觉得不错 打开小铃铛